李武牵着白马走向便桥 他们的身后是李世民沉重深远的目光 为何北岸竭立一个守势 突厥大军中走出三名军士 为首一人手持利斧 后面俩人手持短刀 仨人嚣张地向便桥中间走去 那里站定了的白马旁边 李武偷来不甘与克制的眼神 突厥军士恢复那一刻 白马受惊 李武盲上手护住 只见他动情地走在马前 抚摸着马踪 一面尽力抚慰白马的情绪 一面不舍地跟白马挥泪告别 顷刻间白马安静了下来 突厥军士面目猙獰地举起了力斧 大唐的白马倒下 突厥大军立即喧腾起来 杰力呢 更加掩盖不住得意的狂笑 便桥上的李武 满脸鲜血地望向林立的突厥军士 复仇的种子就此埋下 这场以杀白马作为遗事的渭水之盟 以大唐耻辱性地向突厥献供开始 也必将以突厥人付出更多的代价而结束 李世民用耻辱换来了大唐几年的和平 值得吗 房玄龄认为值得 毕竟有了这几年的时间 大唐才能专心地治理国家 眼下大唐开国十几年了 无数的百姓将士在战乱中化成了漫山遍野的白骨 哀鸿遍野不是太平景象 人心难免悲痛 要治理国家就要不断地安抚人心 李世民当即下诏便收天下海骨 此诏一出一场浩大的法事在荒野铺开 的确李世民亲临这样的场合 无疑体现了他对生命的重视 对百姓的关怀 这是大唐百姓的幸运 也是僧人们的幸运 如果《贞观之志》这部剧你看得够用心 会发现李渊和李世民当政期间 有一点非常不一样 那就是李渊重道不重佛 这种情况下老道们就很能吃得开 比如之前给李世民算命的王远之 忽悠李渊及有天命的牛鼻子老道 都能说明这一点 而李渊不重佛的极端的一面 就是打压佛教 他下令拆除全国大部分寺庙 要求淘汰80%的和尚 据随朝留下来的数字 当时有编制的和尚 大约有236200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被强令还俗 可他们哪里愿意还俗呢 正所谓南朝484 随唐之前僧人的社会地位别提多高了 如今李世民一上台 立马改变了李渊的做法 开始重视佛教 和尚们简直开心到飞起 不过话说李世民为啥这样做呢 原因很简单 李世民要聚拢人心 最关键的呀 就是舆论 佛教作为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组织 能强烈影响社会舆论 李世民的政策已宣布 几十万的僧众 就成了李世民新政权的天然拥护者 对一个君王来说 人心从来是最重要 也从来是最难征服的 就比如说前太子李建成 前其王李元吉的旧臣 虽然已经归附到李世民麾下 但君臣是否完全齐心 就要打个问号了 可咱们的李世民是韩友的管理大师 他只用了一件事 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